这张照片比较经典 前景是一架RH66科曼奇 后景则是一架AH64长弓阿帕奇 两架都是我比较喜欢的直升机 很难得同了一次框 这一同框就让我发现 它俩身上一个明显的区别 尾桨 阿帕奇的尾桨是支在垂尾外面的 叶片不多只有四片 而科曼奇的尾桨则是嵌在垂尾里面的 直径更小 叶片数好像也更多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 哪个会更好呢 好 科曼奇这样的尾桨叫做封闭式尾桨 最早是在1960年代 由法国航空航天公司发明的 它的优点主要有三个 更低的噪音 更高的安全 以及更高的效率 为什么 因为首先将尾桨包裹在内的外照 起到了一个寒道的作用 这将有利于减少螺旋桨 与周围空气的直接接触 显著减少了夜间涡流的产生 因此让噪音和能量的损失都变得更小了 其次封闭式尾桨使用了更多数量的叶片 而且你注意看 它们之间的分布并不均匀 在这张照片上 12点钟和6点钟位置的叶片 同左边四片和右边四片叶片的间隔 明显是不同的 这种4141分布的模式 会产生不同的声音频率 而这些声音频率往往会相互抵消 从而降低噪音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它是UHE的尾桨示意 注意看旋转的尾桨盘 被垂尾挡住了多少的面积 这挡住的可是效率 而封闭式尾桨 在楼桨桨的后面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的结构了 所以就能够提供更大的推力效率得到了提升 最后安全的好处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把尾桨包起来是既保护了尾桨 也保护了可能被尾桨划伤的人嘛 而且比较反直觉的是 统计数据表明如果直升机要伤你 这施害者通常不是主意而是伪意 好 看上去封闭式尾桨似乎更好嘛 所以想要隐身的先进直升机 科曼机才会用它嘛 那么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这么个好东西没有出现在所有直升机的尾桨上呢 哎 好 就像航空中的每一件小事一样 它可以归结于三个原因 成本 重量和复杂性 封闭式尾桨成本更高 而且更复杂 设计讲业 导管 稳定器等所需的工作量呢 相当大 而大多数直升机的设计 更愿意将预算用于其他方面 封闭式尾桨的维护成本 也比传统尾桨要高啊 这再次增加了它的总成本 并增加了维护所需的停飞时间 另外 它重量更重 维部多出来的所有材料都增加了重量嘛 这对于中小型直升机来说呢 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因为它们对重心更为敏感啊 而另一方面 封闭式尾桨在叫它 直升机上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也并不明显 所以大号直升机根本就不惜的瞟它一眼 最后还得要考虑离地间隙的问题了 封闭式尾桨通常被放置在 与尾梁层一条直线的位置 所以直升机的离地间隙就限制了它的尺寸了 任何更大直径的旋翼 都会离地面太近 并且有尾部装机的危险了 而反过来啊 传统的尾桨则可以放置在尾部的高处 方便带有更大尾桨的大型直升机使用 基于这些原因 封闭式尾桨仅在急救直升机 私人直升机和观光直升机当中受到欢迎 因为它们安静且安全的尾桨呢 非常适合这些经常有地面人员出没 以及医院和旅游景点等需要低噪音的区域了 我不管好